俄罗斯的海军在夏威夷的外海大型的军演 真的是跟美国来晾肌肉吗 各位观众你好 欢迎收看经纬点评 我是David 郑经纬非常高兴在周一的空中跟各位见面了 当然来说这一周看起来国际上似乎已经刚刚忙完 尤其是美国的外交战打了几个礼拜 拜登现在应该也回到美国开始休息 因为周末的时候他还去了教会祷告一下 看得出来现在似乎整个国际外交局势又进入另外一个阶段的开始 算是拜登的实体外交战第一轮回合打完了 这中间有G7的峰会 北约的峰会 美俄的峰会 对不对 打完之后 现在大家都喘气 在喘气中 可是各位可知道 就在美俄领导人峰会 6月16号要见面之前 在6月13号的时候 俄国 俄罗斯的太平洋舰队浩浩荡荡 搭了大队人马 大概20多艘军舰 外加20多架的这种 什么那种图 图那种轰炸机 就大型的轰炸机 浩浩荡荡来到了夏威夷外海 大概多远的地方大概500到800公里之间出现 那个已经是算跑到美国的家门口 有一点去示威的样子 因为理论上来讲夏威夷在太平洋的中间 但他的战略地位极为重要 所以当年日本偷袭珍珠港 目的就在这里 那单来讲目前的珍珠夏威夷 又是美国印太战略司令部的总部 以前叫太平洋司令部 后来美国不是搞那个叫印太战略吗 就把它改成印太战略司令部 战略司令部的总部在夏威夷 那更不要讲 因为夏威夷 这个檀香山得天独厚的这个港口 刚好是美国太平洋这个 现在叫什么太平洋舰队吧 第几舰队 反正这个大军驻扎在此 有海军有空军什么都有 好 那俄罗斯这一次去规模之大 虽然军舰也不过20多艘了 什么轰炸机什么 大概也去了20架 但是在这个整个来看 大概在1990年代 苏联瓦解之后 美俄美苏冷战结束之后 最大型的一场在太平洋地区的军事演习 当然来讲 俄方打的这个旗号叫做反潜作战 反潜作战 把我区域内的潜水艇驱逐开 那当然这一次的这个整个演习的司令员 叫做康斯坦丁卡班佐夫 这个在6月13号就等于算是正式对媒体 说起这次行动 但你想想看浩浩荡荡 从海参围出发 对不对 经过这个太平洋 来到了夏威夷附近 当然美国这个也看到了 当然我们再讲美国会怎么样 但这一次出动的舰队瓦良格巡洋舰 对不对 潘杰列夫海军上将反潜舰 还有沙坡什尼科夫元帅护卫舰 就是比较大一点的 因为俄罗斯现在是这样讲 在这个军事发展上 大概在二战结束之后 实际上当时在苏联的内部 海军有两派人马 一派叫做航母派 一派叫做潜艇派 双方就在吵这件事情 到底是应该把经费 投在航母发展 还是在潜艇的发展 那当然来讲 最终是潜艇派胜利 大家知道 所以到今天 俄罗斯的核潜艇 不管是战略核潜艇 还是一般的核潜艇 甚至到普通的这个裁电潜艇 它都是数量很多的 对不对 当然来讲这次南下 来到夏威夷外海的太平洋舰队 它的主力 我们刚刚念的这些船 坦白讲都四五千吨 四五千吨 平常心讲 在大浩瀚的大海当中 算是比较迷你的 因为你看航母动不动都十万吨 你万吨都不到的这种 对不对 是很灵活了 你是带了很多飞弹什么 但是你跟航母那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但是各位可知道 在太平洋舰队当中 俄罗斯的现在在太平洋舰队 它的强项其实不是船 是潜水艇 这个潜水艇非常多 它潜水艇非常多 那它这个潜水艇这样讲 它有这个955北风之神级核潜艇 有三艘可以发射核弹的 这是属于战略的 它另外有949奥斯卡级的潜水艇 五艘是核战术飞弹 这些都很厉害 还有鱼雷核潜艇8艘 常规潜艇7艘 所以整体来讲 它的潜艇的实力 远比它军舰的实力强很多 部署在太平洋地区 最重要当时的作战概念 就是为了防止所谓的核攻击 之后的那种报复能力的保存 所以把很多核洲际导弹 就装在潜水艇上 然后这个伸出鬼没 潜在海底 在哪都不知道 这次官方说去了这些船 有名字的 可是各位要知道 这种军演绝对不会是 海面那几艘船 海底下潜水艇全部上了 跟着走 大队人马船上面下面这样子一起 往前进 当然来看这一次的直逼夏威夷 跑了4000公里 从这海深尾出来跑4000公里 跑到这边来 对不对 目的何在一般来讲 苏联瓦解之后的俄罗斯海军 他现在一个囧状 就是没钱 讲穿了 没钱你也不要搞军备 所以曾经各位还记得 在俄罗斯的北海舰队 当时苏联瓦解之后 港口里的军舰 潜水艇都锈烂掉 你知道真的像军舰坟场那种感觉 那种帝国的没落 那种停在那里破烂 锈石什么一堆问题 根本第一 没钱军舰潜水艇就出不了海 对不对 第二不出海放到那不维修 也会烂掉 对不对 最后破破烂烂一堆停在那边 甚至到现在还看得见 好 那单来讲这一次的军演 也看得出来俄罗斯 现在虽然已经离开苏联那种 当时那种 等于军事帝国的那种时代已经过了 但他现在还是在不停的 希望能够展现出他的力量 所以这一次浩浩荡荡来到了夏威夷 目的在哪里 对不对 他真的要军演 他在任何一个地方 都可以军演 他干嘛要跑到夏威夷的外海 但来说这一次的到来 美国不是不知道 对不对 美国卫星在干嘛用的 对不对 美国有很多军用卫星 是平常不会跟你讲的了 他在绕的时候 他都在观察 他都在盯着 对不对 你这浩浩荡荡荡 20多艘军舰出港 对不对 集结 然后朝着夏威夷来 他会不知道 当然知道 美国立刻 这个美国大概很低调 美国报纸都没报道 美国报纸这一次都没有报道俄罗斯的军演 是俄罗斯官方自己说 塔斯社宣布了之后 大家才知道说 原来在美俄峰会之前 俄罗斯亮了鸡肉 美国基本上 这是低调到不行 过去像这种事情 美国一定很高调 大肆报道说 什么俄国的海军怎么样 这是没有 很低调 好 那怎么办呢 他这次 派了三架 憋不住了 憋不住了 到3月 6月13号 他也憋不住 他也要表一下 动一下 他就派了这个F22三架 升空 对不对 还伴随加油机 因为战斗机有个缺点 制空时间 大概两个多钟头 要是不加油 那就完蛋 你要回家了 对不对 所以如果你要飞出去 他大概距离夏威夷 800公里 对不对 你飞过去 你一定要在上面 观察一下 他整个这个 他们在干嘛 对不对 所以要有加油机伴随 他可以制空时间长一点 空中加油监视 好 那这F22 就不得已去了三架 而且要派先进一点 不然被欺负 多难看 在家门口 要被人家 到时候欺负 对不对 上去 因为俄罗斯这边 除了这个就是军舰之外 还有这个 他来的是这个图142 那种就是那种很大的那种 类似有轰炸机很多型 他来的这个是装反潜机的 图142来了 还有米格31 也飞来了 飞来了 好 那这浩浩荡荡就过来了 所以这个既然是米格31 这个美国也要出个F22 大概能够抗衡一下 好 去了 去了干嘛 大家就看 当然卡尔文森号 航母战斗群 也立刻离港 这个绝对不能待在港里 出来了 出来跑哪里 跑到距离潭香山 夏威夷 300多公里的地方 整个呢 这个航母舰队就把阵仗摆开了 在海上 意思就是说呢 这个300公里叫线 你不要过来了 你就给我停在500公里的地方 对不对 咱们距离大概200公里 还勉强已经到了一个零界线 不能再过 再过就要打了 对不对 就不太对劲 就表示你不友善了 对不对 所以呢 这个卡尔文森号就不好 那这个F22就飞过去 那俄罗斯呢 就在这个500到800公里的外海军演 反潜 然后还宣布反潜成功 把这个敌人潜艇驱离 我方海域 反正他方你方 反正他说他在攻海 他说我方就是我方 好 当然这个对这个美俄之间这种剑拔奴张的这个气氛 很罕见 真的很罕见 这个是今天如果不是事后塔斯社的消息 大概大家都蒙在鼓里 实际上你就知道那种军事紧张 虽然美俄领导人在日内娃娃握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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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得不得了 对不对 实际上他们两个都知道 他们两个可能不知道 在夏威夷潭香山的外海 这两边已经阵仗都摆开了 卡尔文森号航母舰队 他也不是一艘 他也是一大挂 对不对 护卫舰 飞弹 驱逐舰 神盾机什么浩浩荡荡也摆在那边 对不对 就迎战了等你 对不对 你赶过来我就对你 好 那当然来讲 这个实际上就已经进入那种 如果大概就这个就叫 如果这个一般军方有术语叫一级战备 二级战备 三级战备 我看那时候大概已经快要到二级战备 对不对 一级战备就准备要打仗了 所以看得出来双方非常紧张 当然这个美国的低调原因在哪里 对不对 对于未来整个太平洋的军事平衡会有什么样的变化 我们稍稍待一下 待会继续跟各位再来分享 一会儿见 各位观众您好 欢迎回到金卫点评第二段 我是David 郑金卫 前两天我想很多朋友都有看到一则新闻 就是美国非常有名的智库兰德公司 一份调查报告 这调查报告200多页 那写的是什么呢 这200多页的这份报告 那真的是要好好的看看 我还没看完 看了一下摘要 那这份报告是三个 这个算是军事专家 地缘政治专家和写的一份报告 这份报告叫做翻成中文 叫做中国寻求主宰全球 中国寻求主宰全球 意思就是说中国的称霸 是怎么用军事力量来称霸 所以这个报告各位有空可以去上网 慢慢的有空去研读一下 或许改天有空等我看完 再跟各位慢慢来细细分享 但是在药里面可以看到有几个点 看得出来 就是在现今的整个局势上 这个美国 他这种智库实际上兰德公司 对美国政府的影响力非常大 他不是一个吃饱饭没事干 他们几个人在那研究一下 那这些人的背景 基本上跟国防 还有整个外交或者这种什么 都是有来有往的 过去曾经在政府部门做过 出来之后进入兰德公司 什么兰德公司说穿的就是智库 智库也就是办官方那种味道 好 那当然来讲他的这个报告 就等于算是像给这些现在在位的领导 一份参谋做了一份报告 你想200多页写那么多引用了各方面 他们基本上这份报告看的是中国 说中国将来在军事上他会怎么发展 这份报告非常好 因为我觉得稍稍看一下很有价值 他讲得非常好 他大概讲到说中国现在在亚太地区 希望以军事级力量 在国际秩序上面取得领导地位 说中国现在目的是要在整个亚太地区取得领导地位 不管在军事上或是国际秩序上 那当然来讲中国也不排除发生发生 有限度的就小规模的冲突 与制造一些军事上的紧张跟对立 说中国有这个能力 好 当然战略的这个整个这个中国战略核心的 这个是依赖在中国强大的经济实力 跟外交手段上 那当然来说这边又讲到说 让中国在这个世界能够自有自站在一个比较最有力的地位 这是很重要中国现在在努力的一个地方 所以中国的军队为外交战场提供支撑 当然这里还有一个最重要 中国会避免与美国正式开战 这个非常清楚因为这份报告 他后面实际上有很多建议 除了讲中国之外 他也讲到美国 也讲到对于中美在这个中国 在军事发展上的这种变化 美国的应对政策 他这边讲的很一句话也讲的很实在 他说中国如果赢了美国在这个竞争上 赢了美国之后 这个基本上对美国来说四个字 后果严重 后果严重 基本上你外交战场 你世界上的地位领导地位 还有你军事优势全没了 都没了 全盘皆输 全盘皆输 好 所以在这里面 大家后面会讲到一些 对中国的战略上 要有什么样的计划 当然我们可以看到出 如今的世界局势 过去大家常讲的是中美的矛盾 不管在经济贸易 地缘政治 外交领域 太空竞赛都有 但军事这一件事情 实际上就像我们刚刚讲 它是支撑外交 非常重要的关键 所以我们从俄罗斯的一些动作 跟美国的动作 可以看得出来 实际上在这个太平洋地区 现在美国已经把力量 从中东慢慢往太平洋地区 侧动 对不对 俄罗斯也看到 这个太平洋地区将来是中美的 算是一个主场 好 所以为了不缺席的情况之下 俄罗斯虽然跟中国关系很好 但是也不能否认 他也不希望被边缘化 因为这次我们看到普京跟拜登的见面 实际上 以当前的气氛 俄罗斯是绝对没有必要 或想要跟美国领导人见面 对不对 根本不想跟你美国总统见面 有什么好见的呢 对不对 但为什么要见 就要展现出俄罗斯在世界上的地位 你美国最终还是要听你的声音 来跟我聊聊 谈谈未来的世界 有这个味道 这个对普京在提升世界地位 加分 美国就是等于说给他面子 加了很大的分 虽然没有到俄罗斯的境内 但是在日内瓦 已经在俄罗斯的家门口 那个就有一点是怎么样 就是美方的态度是比较软的 但是美国打的牌是希望拉俄抗中 但是俄罗斯并不是 无下阿盟那种 说句不好听也不笨 普京毕竟看得很深 他也知道美国要的是什么 但是他要考虑到他自身的利益最大化 所以这次的军演也看得出来是 普京也告诉美国的同时 也在告诉中国 我在这个地区有一定的影响力 但是中国这些年的军事发展 非常的快速 这个也是让俄罗斯 实际上有一些担忧 非常担忧的一个地方 因为过去从新中国的建立开始 看得出来这个中苏关系 这个曾经有非常美好的一段时间 也有过因为意识形态 种种问题 实际上也有一些地缘政治的关系 后来有交恶 到了苏联瓦解之前 1989年 这个中苏关系又恢复了 戈尔巴乔夫到中国访问 然后又开始走了一段甜蜜期 到普京现在 这个中俄关系是非常好 对不对 问任何华人说 中俄关系怎么样 大家会觉得说很好 对不对 两边关系很好 好归好 普京怕不怕 当然怕 你如果中国今天还是继续 只是一个制造大国 经济大国 对不对 没有什么军事力量 OK 对不对 我还不恐怖 我不害怕 但你军事力量不断的攀升 各位可要知道 中国现在有两个航母舰队 对不对 山东舰 辽宁舰 这个在这种大洋上面的这种作战的时候 航母舰队还是最吃香的 对不对 因为大洋当中各位要知道 这个你要有制空权 航母是关键 对不对 你说我有潜水艇 打阴的嘛 对不对 你不能够有那种压制性的力量 反潜机在空中一样修理你潜水艇 你潜水艇跑哪 我也可以把你找到 把你弄掉 对不对 所以航母舰队在大洋作战的时候 是极具优势 你有没有导什么导都没关系 对不对 你有什么机场没关系 我航母起降 我作战力制空权 我一样掌握 所以在这个上面就看得出来 俄罗斯现在 当然在苏联瓦解之后 俄罗斯其实有一阵子是 饭都吃不上 快活不下去了 还发展什么军事 所以当时俄罗斯就说 我有核弹 我有原子弹 你们都不要碰我 对不对 你要弄我 我们咱们一起别活了 但他的空军 他的海军 他的陆军 各位就知道了 研发了很多设备 但没钱做 对不对 就订单下不去 比如说最新的战斗机 他做60架 人家一下单是做600架 他做60架 意思意思 对不对 所以他整个军力 就像这个太平洋舰队 坦白讲 很勉强了 这次拉的队伍 来到夏威夷 那真的很勉强 对不对 把家底大概都弄出来了 他现在有一艘最新 就是画面上各位看到 也4000多吨 对不对 属于这种光荣级的船舰 算最新的 算是俄罗斯最新的 结果都配置在哪 北方舰队 他有4个舰队 配到北方 北方舰队 为什么 他担心美国从那边过去 所以你就知道 这个俄罗斯到今天 他现在在前 我看去年吧 还前年 俄罗斯提出了一个 10年战略规划 希望让俄罗斯 摆脱依靠核武的那种 就是开始发展 他的非核威慑军事力量 比如说 当然航母很贵 他到现在 航母在他的计划的最后阶段 他初期只是做一些什么 战斗机器人 激光武器 高超音速导弹 对不对 这个投钱跟做航母 是两个概念 当然来讲 在军舰上 他把一些老军舰 台湾掉 对不对 做一些新的军舰 就像我们在画面上看这个 这个军舰 这艘军舰实际上 在2006年 他就提出了构想 到2016年 差不多才开始建造下水 慢慢交付 现在有三艘完工 今年好像还会有第四艘 都交到北海舰队 你就知道 没钱 没军力 没钱 没声音 就那么现实 好 所以在冷战结束之后 就开始发展的 俄罗斯的军事提升计划 构想很完美 但实现很艰辛 要钱嘛 对不对 你要知道玩这些东西 没钱是玩不下去 好 所以俄罗斯希望将来在整个太平洋地区 甚至北极地区有更大影响力 因为这些年气候温室气体的关系 北极开始荣兵了 很多原来是进不去的 船现在可以去了 对不对 我们那天还讲到 可以从大连有货轮 经过北极航线到路特丹 再从路特丹回到大连 走北极航线 不要走这个什么马六甲海峡南海 苏伊士运河 不走了 走上面 少了十几天 对不对 所以现在来看 在军事上也有这个情况 就是说 俄罗斯希望在这个地方 也要告诉中国 我有影响力 告诉美国 我也有影响力 所以美国这些年 看到中国的军事发展 对不对 有了兰德公司这份报告 这份报告要花很多钱去做 它并不是说 随便大家吃饱饭 没事干在那写 那真的是觉得 中国的军事发展 已经在世界领导地位上产生影响 所以兰德公司写这份报告 叫做中国寻求 主宰全球 主宰世界 所以中国在努力 要去主宰世界 你光看那个标题 够耸动吧 当然回过头来讲到 最重要的一点 不管中国的军事发展 在什么远程导弹 新型战机 新的航母 这个战斗群 核潜艇 太空 作战能力 当然经济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关键 那面对美国印太战略的 不断的push的情况之下 那这个拜登又吹起了这个集结号 那将来的世界 实际上更是考验中美俄三个大国之间的博弈 这是一盘大棋 非常的复杂 绝对不是一个单一事件 但最终减少冲突 对不对 降低风险 是三个大国都要努力的目标 今天非常谢谢各位的收听 欢迎各位在下方留言 表达您的观点好吗 那明天我们同一时间 共同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